人家能夠相信你,閉上眼睛就在那裡吐痰 不過其實你應該感覺到 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做面子 或是怎樣,你有空就要睜大眼睛 人家有沒有偷吐 看清楚一點,穩固 日本連美女的偶套物都吃 日本是特別的界別 特別的勇士才能做到 日本也有吃糞便 我聽過 這是我朋友說 我不知是真的 日本可以選擇 例如想吃美女的糞便 你還可以選擇味道 例如想吃士多啤梨 那月只想吃士多啤梨 然後你就可以吃士多啤梨味的糞便 還是什麼類似的 好像聽過很噁心的 爆炸癡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可以有生意做 即是吃的人在想什麼心態 我都很想知道 說真的 完全想不到 很漂亮,看看這球 可惜想打個反擊 很討厭 很討厭 什麼很熟 神經病 我也是聽別人說過 很噁心的 你就會深刻一點 記得 什麼熟不熟 你也有傳聞過 你也有聽過 這些 日本還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有什麼清水劍都吃過糞便 也有什麼 有什麼證據證明是美女的糞便 沒有 你也只有信 說真的可能是男人糞便 你也不知道 有沒有吃一個士多啤梨 你也不知道 你馬上拿去 除非他在上碟之前 他有化驗所報告 這是 很有公信力的 美國什麼什麼研究所 有化驗過 證實這個女生和她 剛剛的排泄物DNA 吻合到100% 然後 有沒有士多啤梨成分 有 他驗到果酸濃度 不知道多少 應該真的有吃士多啤梨 這樣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他說怎樣就怎樣 難道你問他有什麼證據 他說 相傳的故事是會馬上給你 怎樣 如果他不出 怎麼辦 他要這麼巧 對吧 要看著他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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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就把那些射藥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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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看著他就肯定沒有造假 否則有機會發炎報告、吐龍轉鳳等 你沒辦法確認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唯一可以肯定是看著他 這樣就可以肯定了 當然這些神經病我們當然不要做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吃的 這些神經病 之前說到日本新聞還有一宗 之前說過有一個人 日本人發現自己老婆 或是女朋友 有姦夫戴綠帽 然後衝到別人的辦公室 拿剪刀或剪刀都剪刀 你有沒有印象 最近這宗案件又有微目 為何那個人會剪刀人 因為他不只知道他們是姦夫淫婦這麼簡單 他說知道他老婆曾經跟姦夫 玩什麼角色扮演 即是很荒誕的性行為 然後他一直在玩Cosplay 可能有玩SM 還是不知道怎樣 所以他就很生氣 完全沒有辦法忍受到這個恥辱 自己戴綠帽 所以就頂不住頸 衝了去戒他 他好像說老婆是有穿水手裝 各方面 各方面 總之就是穿很多制服誘惑之類 他就很生氣 就馬上剪刀 用戒刀或文具譜 那些 現在那個姦夫 現在的情傷勢是怎樣 就說 現在連去廁所也有困難 就是這些不同 你平時做手術前的 那些 他瘋了 上來肯定是亂戒 或其他 那些傷口肯定是爛了 或其他 現在應該是很嚴重受傷 他沒有說到現在還有沒有生殖功能 或其他 但是他就說 現在是柯療 悲療也有困難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就是 他千萬不要亂交男女關係 有時就很容易出事 好人好者 很少男女朋友吵架 通常就是戴綠帽 或者什麼就會瘋 就這樣 有人說老公在生氣 就是為何跟別人有玩角色扮演 他自己沒有 那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再加上戴綠帽 那就自然生氣 上加上戴 這些又選擇 戴綠帽 難道他很開心 耶 戴綠帽 戴綠帽 人世間沒有多少男女戴綠帽 即是有些經驗 你可以選擇 你也不想試 對嗎 即是你不會想說 嘩 很棒 人生一輩子沒試過戴綠帽 但你可以選擇 你也不會想試試破產 沒有啊 但哪會有人想試這些 想試試坐牢 腦辱之苦 一般人都不會想要這些經歷 明白嗎 好 看又怎樣 這球有機會 好 放下去 進了 唉 差一點 角色扮演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不知道 他好像是做律師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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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為什麼會玩角色扮演 不知道 不知道是誰要求 沒有說 總之就是他們 覺得這樣 刺激 吧 有情趣 還是怎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 還有一宗新聞 是說什麼 啊 就說 大陸有一個 現在有很多菜 就是瘋了 大陸的菜 就不知道 放了一些極高濃度的 龍羊 名字很誇張 叫什麼 毒死 卑 卑是一個 從字邊 卑鄙 好像是差不多 這些龍藥 是極毒的 他說什麼 毒高濃度 還是什麼 毒到刺賤 吃了是不好 肯定是有害的 他說什麼 大陸有很多小型的農村 都是用這些 高濃度 那些龍藥 很漂亮 這一下 真的 他說應該很多 他說 小型的農村 全部都是用這些 毒死碑 還有很多種名字 有些人不知道什麼 總之出名 聽的名字 都會覺得很恐怖 什麼毒死碑 我一聽到 都不想用這些 什麼 什麼毒 真是有什麼 死 這些不知道什麼 驅蟲 我一聽到的名字 都會知道 毒了 神經病 什麼毒死 現在 他說 香港不知道有多少菜 是流進來的 他說 你不知道 就是靠那些 食環廚 他說 菜這些 你猜你真的這麼仔細 你會不會 你可能是一個菜籠 這都是菜運泥 隨便抽幾棵 你不知道 有時候是混合好菜 有時候是混合 沒有下農藥 有基賽 你猜不到 哪些是 哪些是下了極高濃度 有些可能洗得乾淨 你可能不知道 很多人都很擔心 很多CI都說 搞錯 報紙都說 通常是一堆菜 外賣在面前拿兩支去驗 就是這樣 他不會驗得很仔細 對吧 他說通常 表面那一陣 好像是很嚴格 下面那些 通常就是 求鬼奇 讓你過 所以很多人就說 很擔心 究竟 嘩 這樣也不吹 那個洞這樣推過去 神經病 這樣拿球也不吹 守住 我們贏了 那麼辛苦 那球 嘩 我們那球 頂得這麼漂亮 別人進去 漂亮 在抽筋 打走他 不要給他 好 漂亮 漂亮 之前 還說 蔡森王 有些人都說 那些是不是 涉嫌 都說 小農田 突然飆出來 那些人就說 不知道 那些有沒有事 小農村 可能種蔡森王 不知道有沒有 很多農藥 那些人都 很擔心 這件事 周圍 我們吃些蔡 其實九成九都是大陸入 香港 也有蔡田 但我想大部分都是在大陸 所以 小心點 不過 農藥 如果你放太多 你洗的也很難洗得乾淨 會吸收 你猜 生物的東西 你猜 你猜是 塗在面上 泡乾淨一點 太毒的話 滲進菜裡 也很麻煩 說真的 你知道嗎 現在吃什麼 最好是自己種菜 豬 自己養 在古代 那你就 萬無一失 如果你是美國 鬼佬 自己種田 可能會好些 說真的 香港的蔡田 要用來蓋房子 不是那麼容易 你猜是那麼容易 每個農田可以蓋房子 那些樓價崩了 他又被人炸營 政府有限制你 他就迫農田 土地用途 不要隨便改變 他們有些制度 有些有錢人 都買了很多農地 那時候 不知道誰說 要捐些農地 出來建房子 好啊 建房子 好啊 當然不肯 對吧 好像是這樣 有些大陸人吃到沒有工業味 才不慣告 農夫 神經病 怎麼會啊 大佬 蔡 蔡有沒有農藥在什麼味 有沒有人知道 因為 我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你吃到 立刻覺得古怪 立刻吐了 不吃 好像我跟你說的洗潔精 就是咸的 對吧 有時候蔡很苦 不知道是不是農藥 還是什麼 我有時候都很擔心 吃下去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火耕田很聰明 讀桌架 讀地理 讀幾讀 就懂 基本的東西 Shifting 什麼 遷移耕作 還是什麼 有時候吃虎味 我也覺得虎 虎是不是農藥味 不知道 我真的很擔心 所以這些 吃下去的東西 最恐怖 蛤 什麼不夠水 不夠水 苦 神經病 怎麼會 不夠水 枯毀黃 不夠水 味道有問題 然後還有說什麼新聞 就是這樣的 就是說 有一個調查 好像也是英國 不肯定 不太記得了 這次沒有刻意去留意 哪個地區的調查 他就說 他就說 女生最喜歡男生 摸去哪裡 當然是 你們情侶之間 或者 摸夫婦 如果你有一個陌生人 無故 就算你喜歡被人摸去哪裡 就算你喜歡被人摸去哪裡 有一個陌生人 立刻一巴掌下去 是 迪基亞麗 對吧 這個好像是一個龍袍公司做的調查 第一位 是什麼呢 就好像是摸深厚 恐怖 就說很多女生都很喜歡被人摸恐怖 就會覺得舒服 類似是這樣 會開心 你們千萬不要試這些 先說明 我是說這些 這些是 這些是 報告 學術的報告 你不要真人去試 第二名 就說什麼女生都喜歡被男生摸頸 很多人都忽量了這個部位 第三就是屁股 好像是這樣說 屁股都會有出奇不異的感覺 類似是這樣 第四就是配者 第五就是摸肚子 他說什麼 他說部分女人會覺得肚子是魅力來源 還是怎樣 好像是這樣說 摸肚子男生覺得很舒服 我猜好像 你的肚痛一樣 搓肚子 小時候肚痛 當然是爸爸媽媽幫你搓肚皮 拿著白花油茶 那些 我就是這樣想 這就只有 女生喜歡男生摸哪裏 沒有反過來 可能 他沒有問男生喜歡女性摸哪裏 沒有說 你們同不同意這個 說法呢 我認為 正常人 我覺得普通人 都不喜歡人們摸身摸細 很不舒服 說真的 有什麼好摸 摸身摸細 馬上覺得很噁心 馬上覺得 不太難受 哦 哦 哦 你們喜歡被人摸身摸細 可惜還是沒辦法進去 你說男生一定是被人摸巨龍 神經病 當然不是 傻了 這些 這麼重要的部位 現在是重要的部位 當然不是被你亂鬥 神經病 誰說 這個一定不是 大哥 摸不 我覺得是這樣 摸身摸細 就不是 什麼好 真的 你想想想 有一個人摸摸摸摸摸摸 你也不舒服 所以我有時候 覺得動物 偶像 小朋友 偶像 捉摸 頭 不會一直摸摸 你也不會 你也覺得 很噁心 變態 神經病 你會覺得 那種 高於鎖的感覺 大哥 正常常的 不會這樣做 這就是我的看法 可惜 沒辦法 這球 斬得不到位 對嗎 對嗎 又說什麼 我很虛偽 神經病 一定是正常人 正常人都不喜歡 被人摸身摸細 大哥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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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為什麼要捉人的頭 BB仔 那些小朋友 都是這樣 就代表 怪仔 good boy 對嗎 所以 就在這裏摸一下 他的頭 就是通常性的動作 表達 表達 讚一下小朋友 是這樣 對嗎 都是摸一下 你有看過 有人會這樣摸小朋友 摸他的臉 也不會 即使你疼愛小朋友 對嗎 打麻將 會摸 摸 自摸 最好 所以 我就說 摸身摸細 我就覺得 不是很多人喜歡摸 對嗎 之後還有一則新聞 這則是香港的新聞 說什麼呢 就是 你知不知道 長者坐小巴是有優惠的 不知道是2元還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 這是一個長者優惠 不知道實行了多久 政府的政策 凡是65以上 好像是老人家 你坐小巴就只給2元而已 其餘的車費是政府補貼的 例如 例如 你的情小巴是20元 雖然你是老人家 但你80吋 只扣2元而已 其餘的18元 政府會補貼 給小巴司機 今天爆發的新聞 是一個 專線小巴 這個司機 不知自己買了十多張 長者巴達通 長者巴達通 他就不斷拍 巴達通機 不斷扣錢 因為政府就知道 老人巴達通 嘟過這部車 他就要補貼 每嘟一次就補貼 不知18元還是20元 狂嘟 不知7千多次 政府就補貼 不知補貼了十幾萬 好像 不知15萬 這樣就被人拘捕了 被人拘捕了 就發現了 他就用這條街仔 在那裏 掠政府水 報紙和新聞都沒有說 他為什麼被人發現 我其實很想知道 正常我覺得都難發現 怎麼知道呢 除非他同一時間狂拍 一次過拍十幾萬 小巴 人們都會說 有什麼可能 瘋狂 他可以計算到 你憑什麼 有什麼可能 有人說 你開車比舒默家都做不到 一天怎麼載十幾萬 生意額的小巴 破了香港紀錄 超音速 趣意門 我唯一可能性 就是他馬上狂拍 還有我還有疑點 很奇怪 如果你說是紅車 那正常 你錄車專線小巴 我印象中 是瘦身 那些小巴司機 是有薪資 正常就是 可能是 一萬元工資 才算 駕駛 你一個月駕駛 20日小巴 那些車費 正常是小巴公司拿 紅車才是自己 我沒有記錯 所以我不太明白 為何他錄車司機這樣做 好像新聞有報 就不知跟誰分帳 不知是否跟小巴司機 我聽得不太清楚 在吃飯的時候聽 不知是否跟小巴的老闆 專線小巴的老闆 分帳 不知是七三分帳 我聽不像 總之就是這樣 否則他怎麼會這樣白白幫 即是他沒有錢 難道他就可以以身犯險 即是 即是 自己沒有利益 但有機會坐牢 就跑去做這麼笨 正常應該是不會的 是吧 好 看看怎樣 看看 這條橋好像之前 在討論區裡有人貼過 即是之前 我不肯定 我不記得 好像有印象 就是有些人 現在 不知道是否司機看到 還是怎樣 零機一觸 然後就跟 我不肯定是否有這件事 但我好像有印象 是有提過這個方案 是否你們提過 還是怎樣 我不太記得 因為他在凌晨拍攝 被政府部門發現 他說 哪裏有可能 凌晨有些阿婆 來坐 十幾個阿婆 在那裏 在那裏 所以就被人發現 凌晨拍攝 你拍一個 你也不是狂拍 你拍一兩個都不會被人發現 正常 你不讓有阿婆 真的 真的 十二點幾回答 你誰知道 喂 那他要有證據 即是他證據是什麼 可能有找到 八達通 是不是 要不然 為何 他只會被人拘捕你 喂 別動 他說懷疑你 在那裏拿這些 馬八達通 騙政府補貼 他不會這樣 即是他帶了一手 哦 這十六張 跟回紀錄 那些八達通號碼 全部都是這些 拍 是不是這樣 我猜案情就是這樣發生 要不然 如果不是正常 他死後不會 沒有 神經病 真的有阿婆 他說你有什麼證據 即是你有什麼證據 觸賊要拿著 我說有什麼證據 說我欺騙 不讓真的有阿婆 接著他說 好 現在跟你一天 看看一天有沒有 晚上有沒有十幾個阿婆來回答 今天沒有 不代表之前沒有 啊 怎麼知道 我們阿婆搬了 有什麼問題啊 啊 不讓人家搬屋 啊 還是怎樣 啊 對吧 誰知道 他死口不認 我不知道阿婆在哪 但是那幾個月的確 有這麼多阿婆 每天準時 來回答 對啊 賺了十幾張 很開心的 開心 公司賺 又不是我賺 但是我欺騙你 幹什麼 對吧 他說我們是六Van 他說 他馬上這樣說 我瘋了嗎 他第一句 應該把他帶回去 假設是一個 現在我們是一個 學術探討 正常的 他應該怎麼變 神經病 他說我計算工資 阿Sir 他說我賺多少 不是我袋袋 你問老闆 對吧 他說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 立刻 沒事 我猜 唯一 為何現在這樣 都很肯定 就是巴拉通 被人找到 才會這樣 好 來了 怎樣 這球 有位兄弟突破盲 我說 為何不直接給錢 請那些阿婆 肯定沒事 對 你說得很對 對吧 叫那些阿婆 你上來拍巴拉通 我給你4元 也要隨便有傘 喂 阿婆 你過來 每晚上來拍巴拉通 立刻下車就行了 好 我說我再走一步 我有在 他說馬上叫有樂 這樣就坐不進 叫那些阿婆上來 然後 你好聰明 一走一步 阿婆你要叫有樂 有樂 前面一米有樂 然後馬上下車 然後開門 謝謝阿婆 謝謝 明天再請你喝茶 然後 因為法例上 他們真的有回答 回答一米也是回答 這樣就沒有 走法論漏洞 對吧 一晚回答幾百次都可以 你請那些阿婆 你可以跟警察說 喂 鬼癡 他有這樣的需要 就這樣 喂 他說我不讓乘客乘車 我怎麼知道為何阿婆這樣出來 帶回頭盔 我絕對不建議你們這樣做 純粹是探討這個問題 探討法律會不會有漏洞呢 這樣探討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 嚴正警告你們 我們在紫上談兵 我們在討論法律問題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 大家良好市民 不要做這些事情 知道嗎 因為每輛小巴要十幾分鐘才探討一次 這樣就十幾分鐘探討 可以的 好 下車了 可以了 再上來 再探討 你請他 你當然要請阿婆 她打工或怎樣 這樣就可以了 對吧 對吧 這樣就可以了 十幾分鐘 他平時自己拍攝也要等十幾分鐘 他現在都 他的時間是無所謂的 好 呀 神經病 這樣也不進 你怎麼看 這樣沒有 有人說什麼處謀 我不認識他 我怎麼知道為何他要這樣做 我誰知道 瓶水商房 阿婆我認識你 當然不認識 笑話自己 當然 我也是 就是這樣 這樣而已 他只是想 他沒有搭車人 即是一個可歌可入的故事 他有個孫子 他以前很喜歡和孫子一起抽孫子搭小巴 所以他很回憶這個味道 每個阿婆都有一個感人故事 當然這樣說出來 當然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他回憶這麼多次 他每次上車 下車就勾起他和孫子 蛤 那個感情啊 阿Sir 知不知道 啊 蛤 蛤 可能大家看看 不知道 這個法律漏洞 就是 你可以問一下 那些 法律人士 問一問 但我 當然我剛剛說的 我的立場就是 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強烈譴責這種行為 利用漏洞騙政府的錢 不行 這些錢都是我們給的 你知道嗎 納稅人的錢 你以為 你以為很過濟嗎 對吧 對吧 我們補貼的 你知道嗎 我們是補貼給那個司機 對吧 我們現在是 本身是想補貼給有需要的老人家 大哥 對吧 這些錢就不可以拿去 一定要用得其所 就不可以亂來 啊 知不知道 啊 強烈譴責這些環圍 不要試 啊 千萬不要做這些 神經病 神經病 之後呢 還有一則新聞 是說什麼呢 有個人 不知道